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是有利可投 仅此而已 不过我听闻了一桩意识 话说当年建造珍珠楼的 不是姓崔 而是姓燕 哦 这事我也略有耳闻 听说那家扬州燕市 被满门抄斩 无一生还 珍珠楼被烧失 你在那 伤传之上 前往广州 而你到了广州 崔定就死在了海边 为何 死有一辜 恶贯满营 崔定死前明显遭受过殴打 死状相当惨烈 罪恶滔天 死不足惜 可是有人跟我说 崔定上了你的船 那这就奇怪了 这崔十九下的悬赏令 如果有人看到了 为何不去领赏啊 沈楼原先是何谱商船 崔定上了船之后 便挂起了你烟室的旗号 此事在下甚是不解 我姓燕哪 你瞧我 把这事给挂了 这样 那日我还真碰到了 一位故人 她可以为我作证 你瞧我 你瞧我 康居啊 那我 我问你 珍珠楼被烧的第二日 你是否上了我的商船啊 是 那你是否跟我在一起 是 那你是否见过崔定 我是让你跟张郎君说 那日是否跟我在一起 又是否见过崔定 没有见过崔定 没有见过崔定 躲我 但我 你可知道包庇杀人 是什么罪名 燕郎君 有些事你也应该清楚 不需要证据 崔市珠厂每年给朝廷的供珠有差 而这些珍珠现在在你手里 你肯定脱不了干系 我会盯着你的 不需要 至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